哈囉大家好,我是美根 今天又要來到我們的整人企劃了 沒錯,今天敬騰又要被整了 大家應該有看上一次的影片吧 就是敬騰頭髮被我騙去染成金色 然後從那一天之後我都過得很小心 我想說他會不會什麼時候突然來整我一下 結果他一直辭職,沒行動 那我就不客氣囉 然後今天我們有請到一個神秘嘉賓 就是敬騰的哥哥 沒錯,敬騰的親生哥哥 他現在在日本 然後他在日本已經待了六七年左右了 然後平常我都會請他哥哥幫我寄一些日本的彩妝 或是一些日本小物回來 所以呢今天我就要藉由這個理由 請敬騰打電話給他哥哥就是幫我寄東西回來 這個過程呢,我要請敬騰跟他哥哥 跟敬騰訴苦 對,我們已經串通好了 等一下他哥哥會跟他訴苦 就是訴苦什麼,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重頭戲 然後等一下我就會請敬騰哥哥跟他說 他說他在日本交了一個女朋友 但是呢他發現他下面 有一包東西 就是俗稱的男扮女裝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敬騰會不會嚇到 超想看他的反應會是怎麼樣 然後等一下呢我會請敬騰打電話給他哥哥 第一通電話我已經跟敬騰他哥說 叫他第一通先不要接 然後等二三十秒之後再回播 因為為了要增加這一個的真實性 因為敬騰他哥哥平常就是有時候會很忙 所以沒有接到電話 所以我想說這樣比較爭一點 他應該就比較不會懷疑 然後等一下我會陪他一起在旁邊聽 然後假裝不知道這一件事情 好所以我們等一下就來看看敬騰聽到這件事情的反應會是怎麼樣子 等一下見 掰 我要把就是手機設錄音這樣等一下聽了 在那邊收音會比較清楚 那我現在先叫他進來 過來一下 那你可以幫我請你哥哥幫我那個嗎 戴過 你現在不再戴過一次 想說再 臀過一下 幫我打給他 你可以直接賴他 你叫賴他就好了 我想說 直接打電話給他跟他說謝謝 好 這樣搞不好他不會接 我搭來看你 好 你要買什麼 我想拿一下我的美麗 我覺得他不會接 這樣就算了 那你今天晚上是要去教課對不對 嗯 去見 去見 我來了 他回過了 要擴音還是我拿一個髮子 擴音啊擴音 喂 喂 喂 那個 美根她說她想要再麻煩你 她說她想要再請你再送你 那個寄那個美筆 不然你自己感覺 嗯 那個 上次你幫我買的那個Excel的美筆 我想要再買十隻 嗯 十隻 超多的 好 對謝謝 不會不會 你等一下再傳那個照片給我 因為我有點忘記那些什麼東西了 好我再傳給你 好 謝謝 OKOK 阿你最近 你最近過得怎麼樣 嗯 普通啊 你呢 就我就是 我也真的蠻 蠻平凡的 就是拍片 剪片 然後健身 之類的 喔 是喔 對喔 OKOK 阿你今天在 你在忙嗎 你今天在 沒有喔 你今天在休息 今天休息 沒有在做什麼事啊 OK OK 嗯 我跟妳講一件事 對阿 怎麼了 我跟妳講 我曾經 遇到一個很嚴的事情 OK 什麼事 因為現在那個 欸 我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去那個健身房 嗯 然後 因為現在疫情關係 現在健身房 不能太長 沒有辦法太長去 因為要事前預約 喔 是喔 現在還要預約喔 對 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要預約 才能進去健身房 喔 最近在家裡健身 覺得蠻悶的 所以想說 去一下健身房 上個禮拜 嗯 結果 我在健身房 那一次 進去健身房 就是遇到一個女生 嗯 對 然後呢 喔真的很漂亮喔 對 然後妳跟她 是不是在一起了 沒有 沒有那麼快啦 等一下 有一點 重頭戲要點聽 哈哈哈哈 重頭戲 他在做我推的時候 我就是 他就是需要有人幫 對 然後不知道 為什麼他就來 他就跟我講話 他又說要叫我幫他 喔 叫你幫他補重這樣子 對對對 就是 那就是一切的開始 一切的開始 因為他喜歡健身 我也喜歡健身 我們就聊得開了 嗯 健身玩 我們就是吃飯啦 然後前三天 我們也去吃飯 嗯 那些細節我就不談了 OK 反正就你們有約會就是了 就是有算是 對 有約會 結果那一次約會 是他約我出去吃晚餐 然後他會在我家裡 坐近的店裡 去休戶 就算是沒有什麼 但是他會約你吃晚餐 就是感覺有點 有點意思嘛 對 我覺得算你 你覺得那個 我覺得他應該是有意思的 對啊應該對你是有意思的 結果因為那一家電視在我家附近 所以 所以你就把他帶回家了 是不是 對 我本來很高興 但是 他在回家路上 就是覺得 好像有什麼事情 他想要講 觸控 但是 他真的一路上 就沒有跟我講 我當然會覺得 有點記憶怪怪 因為他的 他的表情有點 變得怪怪的 然後 然後我都沒有多想 我們到家裡聊天聊了一下 然後他然後 開始握我的手 握你的手 對 握我的手 然後我就覺得 應該 應該是要來的 嗯 然後 對對對 然後 他們說 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接受 但是 他就直接把我的褲子脫下來了 結果我發現他有哪一根 蛤? 認真 他下面有哪一根啊 就是一檔 滿大包的 所以這是男的喔 對啊 我沒有想到 但是 等一下 你可以把他那個照片床給我看一下 好 他到底長什麼樣子 好啊 你根本想像不到他 他有哪一根 好 好 美根也在心可以吧 美根也在心 沒差吧 可以啊 可以啊 也給美根看 好 好 好 這張怎麼樣 我看一下 欸 長得很漂亮欸 超美的 這個簡直就是女生啊 對啊 長得很漂亮 這個是 但是 他這個下面有一根喔 對啊 你完全想像不到啊 這個下 但是 對 沒辦法想像 那個 因為我有點嚇到 好啊你有沒有後 後面怎麼樣 後 後續是怎麼去 去接就是 處理這件事情 我們那天 我們那天沒有 沒有做什麼 那天沒有做什麼 他可能就是想要看我能不能接受 他可能是在 撕探我 OK OK 對啊 但是我覺得 除了嚇到他 他有那一根之外 其實 對我來講 都是 蠻完美的人 喔 喔 就是 就是你跟他在一起 喔 所以你是有想要跟他 進一步的 一點點那個 關係是不是 就是想要跟他 交往還是 就是你很喜歡他 但是 結果他下面有那一根 但是 我就是在 趴在那邊 對啊 但是 我覺得很複雜 因為我當初看到他的時候 一間接生房 第一次遇到他的時候 就覺得 他很漂亮 就是我的財 對 很漂亮 蛤 這是什麼東西 太扯了吧 等一下 你們現在你們的階段 算是曖昧嗎 不是 不是曖昧 可是也沒有在一起對不對 沒有 沒有在一起 我們現在就是 可能就是 嗯 就好像朋友 朋友的階段 可是你就是對他有好感 然後他也對你有好感 對 那一天晚上就是試探了 我說 看我能不能接受 但你 很顯然的 你應該沒辦法接受吧 還是 對啊 因為太突然的啊 因為我那天晚上 我就是跟他說 等一下我有點混亂 讓我慢慢想想看 okok 那我覺得啦 我直覺上聽起來 因為他那張照片真的是 別人一定是看不出來 他是一個 男生 真的看不出來 完全 完全看不出來 那我覺得 真的真的是很難欸 就是 那我很覺得很猶豫的感覺 嗯 我想說 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說 因為我沒有說同姿電是問題 但是我不是同姿電 我不是 我不是同姿電 所以 感覺很奇怪 我很喜歡 對 我覺得 如果是我的話 因為假如說 你們現在雙方都是有好感的 我覺得 當然第一個 一定是要看你自己的感覺 但是 如果說你們真的在一起呢 我覺得 性方面 應該也算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因為沒有辦法 做那一檔事情 搞不好可以 搞不好可以 不要 對啊 我要 我要努力 我要努力一下 你要努力一下 但是 講真的 像你剛剛講說 你覺得 即使他下面有那一根 但是那一根以外 你覺得 你跟他相處起來 都是很OK 然後相處起來 也都是很舒服的 對不對 就是 你還是有感受到他的魅力 對 就很合 那我覺得 講真的 我覺得這個下面那一根 搞不好不是一個問題 性這個東西 的確很重要 但是 就是他一定可以 講說你跟他在一起 講話很舒服啊 或者是講話 或者是在一起的起來 你的感覺很快樂 我覺得那個是 我覺得是有可能 彌補到性的那一塊 就是 因為終究兩個人在一起一定 就是在一起最舒服 最自在 是最 一定是最好的 第一優先決定是 你跟他在一起快樂 然後你跟他在一起是自在的 所以我覺得 也沒有性這個東西 當然這個是取決於你們 因為搞不好 搞不好你的那個 那個男朋友還是女朋友 就是 就你的那個另外一半 搞不好也會有一些性的需求 還是什麼 對啊 我就不是要怎麼去處理啊 對啊 就是你要看說你們這個性 這個要怎麼去處理 但我覺得 可是你們兩個在一起的 好的話 我覺得 快樂是可以彌補到 這個這一塊 所以我真的 我也只能說我就是 尊重你的想法 如果你覺得 你能接受 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 你們在一起我也不會 大驚小怪 對不對 搞不好是我的新的世界 開始 對啊 這個真的是一個新的世界啊 這個 我現在我其實我也蠻慌的 因為我也不知道 那你會跟爸爸媽媽講嗎 即使對方有陰道 然後你每天跟他吵架也不太好 講真的 如果他的條件 他的內心條件 是比那些有陰道的人還好的話 我是覺得 就快樂為主 不知道 反正 反正 這個就是 不我在看我的心底平衡嗎 對啊 我覺得 因為 事情才剛發生 離開 還不太知道他怎麼去 對這件事情 對啊 但我覺得如果你夠喜歡他 然後你們兩個 夠合的來的話 就我也 我也算是蠻支持的 因為我覺得 這種東西 每個人 對我們每個人都會是 好 那美根 那不然換你跟他講 好 就是你就跟他講 你的想法 如果是你 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做 因為我現在我好混淆 下面有那個 那個 可以收工了 可以可以 辛苦你了 可以收工了 謝謝謝謝 收工 收工 放工期限 蛤 這有什麼意思 收工了 你被我們遏著 哈哈 他是不是講了 靠腰 蛤 那裡 我好想吐喔 我還聽說你 最近沒跟他很短 真是感謝你們欸 欸 那所以 你要請他 帶東西回來是不是 片子 對耶 全部都是假的 難怪 我想說 你為什麼會突然叫 因為 平時都是 你會直接密我哥嘛 是 想說為什麼這次 你要叫我打電話給我哥 我那時候就覺得怪怪 那一個 那一個 那個後續的交給你 沒問題 你辛苦了 辛苦了 啊 你這個 對了 去找你的相機 然後你的牙齒又拔東西 都是牙齒搞什麼東西 真的假的 這個太 欸你也真的是 等一下等一下 可是這個 這個是我哥的企劃對不對 對 欸我哥滿厲害的 他約我的 約我一起爭你 欸蠻厲害的耶 欸蠻厲害的耶 我剛剛我心裡 我真的是想說 因為我知道同性戀 他這個東西是 天生的 就是他的性像就是這樣子 嗯 但我我剛剛 我其實很驚訝 一件事情是我哥哥看到那一根之後 還很冷靜 對還蠻冷靜的 而且他還有意思想要跟他進一步 那你該嚇死了 但真的 就是我現在我真的是冒很大 一個冷汗 這個時候很像 否認也不對 不支持也不對 嗯 那我哥覺得OK 那就OK 而且我們跨國二診 對啊你們跨國二診耶 還有這種事情 而且我一直等你很久 然後你一直都沒有行動 我在籌備啊 所以我才想說 嗯 我就先來 我在這邊跟大家說 我兩次的反省我都會來大 大家敬請期待 你每天 我沒有 你每天你都給我小心一點 連家裡都給我小心一點 等一下 我真的會來大的 我已經欠他兩次 你等一下 你到時候 你絕對不能生氣 你很棒 欸可是我覺得我的反應很 很不好笑 我覺得太認真了 也不會啦 對啊這才是真實的你 真實聽到這種事情 我以為你會整個這樣 嚇到 好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 還有訂閱 旁邊的小鈴鐺 不要忘記喔 好那我們就下周見囉 掰